竞选活动进入了第七天处理一些民生课题 丽婷网民在网上还讨论一些什么呢 在这一届的大选中很多选民都是第一次投票 有选民就在我们的Facebook上留言 说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竞选海报后感到混淆 究竟在选票上应该打勾还是打差 对于这个话题网上也议论纷纷 民主联盟也上网回应说 民主联盟的竞选海报上显示投票时打勾并没有错 民主联盟在Facebook以及自己的网站上列举了其中一项国会选举法令 民主联盟说只要选民在选票上清楚表明支持的政党 即使不打勾也不会是废票 民主联盟更在网上强调选民是可以在选票上打勾的 可是一直以来选民都是以打差的方式来投票的 我就这个问题向选举局提问 选举局回应说选民在投票时应该在选票上 候选人的名字对面右手的框子里打叉 选民有疑问可以到选举局的网站查看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选举的轻松一面